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有時候觀眾朋友或是說 會在我的臉書分享 就是一些心得吧 有人算是問我 你怎麼吃 好像都不胖 身材維持得還不錯 謝謝大家不感險 其實我給你想 真的 怎麼說 吃一定是要吃的 不可以沒油 要有好油 還有多少要運動 稍微流汗 還有一點就是 就是不可以肚子一定 有時候就是 腸胃不是很好的時候 就會 腸氣 腸氣就顯得比較胖 無形中也會累積很多的毒素 皮膚 各方面就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腸道健康保養得好 應該是最根本 最基本的一個學問 不過這實在不簡單 要怎麼來了解 怎麼學呢 好,今天請他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 首先歡迎這位 他真的是到處什麼都去跑 都去走來走去 去了解一些新的東西 而且要維持得非常的好 就是我們的許聖梅 另外一位是我們營養師 余朱卿小姐 歡迎二位 我是時尚辣媽記者許聖梅 哈囉,我是專營養師余朱卿 今天與美鳳約什麼呢 維持美麗好氣色 腸道理由小蜜蜜 歡迎 歡迎 鳳姐好 許聖梅真的是到處走來走去 很多的通告 很多不同的話題 很多的元素他都可以聊 都能參與 所以他維持得非常好 基本上這就是敬業態度 對 因為他已經像是藝人了 他除了他本身的一些專業 他本媒體、記者 但是他常上電視 所以自己也要保持得很好 那你更不用講了 真的 要知道怎麼吃啊 還不是呢 但是你給我們兩個壓力 你是台灣最美的女人 台灣最美的阿爸嬤 真漂亮 大家都要跟你看齊啊 能不能有二十五 你看我們壓力多大 明明超過二十五 都二十六年了 說出我的年紀了 變心態很重要 真的 我們覺得... 我覺得我很幸運 我們應該也都是 會去從事 我們自己喜歡的工作 對 那個心情是很開心的 好 當然把我們所知道 跟大家來分享 好,今天要分享是什麼料理呢 今天要做一道 叫作 雅買家的風味雞腿排 很重要 它裡面是用 紅椒粉少許 對 我們今天就是用這個雞腿排 稍微鹽巴醃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是 也就是說不用加油 就是借食材來的油 對,因為雞皮上面 他們加熱就會出一點點油 所以我們就是皮的這一面 先下鍋 對 然後讓它煎一下火 也不要太大 然後就大概中小火就可以了 慢慢讓它煎 那有的時候 我也想要讓它有一點香氣 我就會用一點油 來引出它的油出來 因為旁邊可能就加很多料理 有的沒有 對,等一下我們稍微煎一下 讓它的雞皮會出油 就已經會有很多油 對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搭配... 你可以搭配一些你想吃的蔬菜 我今天配的就是 這個也都是我很愛吃的 對啊 所以我們在就是做這個料理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吃的蔬菜 我現在拿的這個是香蕉 這等一下我們要做的醬料哦 用香蕉做醬料 不是香蕉籽吧 不是 因為不是,通常香蕉很多人 尤其我在國外常看到 路邊賣的就是一個香蕉而已 然後很多人上班 只會拿一根香蕉 對 因為有人早餐只吃香蕉 是哦 是 其實以前比較常知道 就是如果你上廁所不好上 就是吃香蕉 吃香蕉 對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這個 應該是講說膳食的纖維 對 然後還有一些好吸收的類型的話 如果像運動員 你要補充體力的話 你就是吃香蕉 可以補充體力 這樣恢復會快一點點 而且小時候就這樣 美鳳姐有嗎 小時候是蜂蜜配一點點香蕉 就是可以潤腸 因為你不順不出來 對,小時候 對啊 其實我現在也常吃香蕉 因為我也會有怨怨的問題 我覺得怨怨是應該所有人的問題吧 真的嗎 不是只有我 我非常的嚴重耶 可是看不出來 不過我覺得是可能跟我們做 真的 因為你的工作可能壓力比較大 比較緊張、比較解釋 你看當記者二十幾年 你常常要去採訪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去上洗手機 沒空 然後吃飯都不定時了 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都這樣 美鳳姐 像你有時候主持活動 一站都好久 也沒有辦法吃飯對不對 不過像盛眉姐這種情況 很多人就是平常工作太忙 其實你知道 你如果要讓它順暢的話 應該是 那個感覺一來了 要趕快去 哪有時間 我每次出國 出外景 不管去哪裡 我那幾天都會比較沒那麼順暢 對 就要特別去注意 吃一點什麼東西 要多吃水果之類的 對啊 而且我們講就是你必須要掌握 那個感覺來了 你要把握住 這種有些可能是管山性的 因為可能是你平常工作 壓力比較大 突然間習慣改變 可是如果這個問題忽視它的話 長期它會變成是習慣性的 會啊 對 我們可以翻面 翻面 好 我們翻面的同時 就可以把蔬菜放下去也一起煎 好香喔 那個雞油的味道出來了 對 餓了 煎這個我有時候會稍微擀熱 對,擀熱油的噴 對 因為比較會噴 對 好 你看,這樣師傅也吃了很多 好耶 對啊 好 我看你把香蕉切成這樣 等一下要做醬 等它整個煎好之後 我們要來做醬 請問香蕉應該是... 蘸醬,是不是 好 好 香蕉應該是這樣 好 好 長斑點再吃 還是沒有長斑點 還是漆 有什麼不同的效果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差別 如果你是想要吃綠一點的話 綠一點吃它裡面的 抗性澱粉比較多 抗性澱粉 但是它比較難消化 別人說吃得比較脆的 香蕉比較不會胖 但是它會比較難消化 所以如果胃不好的人 可能就要吃熟一點 會好一點 太會熟一點 黑黑黑的沒關係 那個可以的 那個稍微有香蕉 就有一點點快點 那個就可以的 那個還不錯 那個也不錯 對 差不多了 我們雞腿... 香蕉 對,我們要用香蕉來切 雞腿我們煎得差不多了 好香耶 先起來 好 說著說著它就好了耶 對啊,很快 我們就是要把香蕉下去煎 還要煎哦 對,因為它是要做醬料嘛 對,我們也... 就是把它切丁 然後待會兒我們要加一些調味料 我們今天是做亞馬爾加的風味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紅椒 我們用紅椒跟胡椒 去帶它的味道 所以要加一點水 因為我們剛剛煎完 還留一點點雞油嘛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一些雞油的香味 它不能煎太久對不對 對,你說那個香蕉嗎 就是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要再加一點點... 調味嗎 對,我們是用黑胡椒跟粉紅胡椒 這是混在一起來 然後還有加一點點五香粉 好的 好,就這樣 最主要就是香蕉囉 對,主要是香蕉去帶那個味道 然後再加一點點鹽巴 那香蕉多都沒關係 多一點沒關係 對,多一點沒關係 像我們剛剛切大概是半根嘛 對 然後飯後再來個香蕉也OK 對啊 好 切半根拿來煮 對,然後半根就吃掉 好好用哦,香蕉 其實晚上餓的時候 也可以吃香蕉 而且很多上班族其實是 上班前他早餐就是香蕉 一根香蕉 不過太甜 我不是知道 有的人有可能受不了 太甜哦 對,可能飯後 我覺得飯前的水果 蘋果 蘋果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蘋果也不錯 對 我的話呢 就是早上起來喝溫水 就是有的時候會用椰子油漱口 漱一漱 然後我就喝溫水 然後就燕窩 再來我就休息一下 不會馬上把東西放進去 胃裡頭 我就讓它燕窩、什麼水 可以吸收一下 然後我就開始 我的早餐 每一餐的早餐 一定有 早餐耶 是要讓它有刺激的感覺嗎 我就滿喜歡薑跟生辣椒 辣椒醬我就還要... 生辣椒 因為生辣椒又有很好的 微燙溪 然後它又促進代謝 難怪你都這麼瘦 有啦,還是... 我跟你講,還是不能脹氣 脹氣整個身形就會不好看 那我明天開始 我也要來吃生辣椒跟薑 薑是可以... 女人可以活血 其實是末少神經不容易 也是就切片 我就是這樣 用一點點油 然後就煎雞腿 用一點油帶出它的油 然後我就會放薑 放薑 然後最後才放一點辣椒 那薑之外呢 我就還會放一點點洋蔥、青椒 然後這些 我會加 木耳也不錯 隨便 反正有些花椰菜洗得很乾淨 然後就是會燜一下 我的蔬菜很少用水灑過 我都是一點點的湯汁 一點點湯汁 然後花椰菜下去 燜一下就好了 這個是蜂蜜 要熄火了嗎 可以了 加完差不多就可以熄火了 可以熄火 好了,又有亞馬家的味道了 對啊 對,因為我們是靠香蕉跟蜂蜈 去讓我們的腸味道比較順暢 好,然後就可以把它... 就可以把醬汁淋上去了 好的 好 好的 好 要全部嗎 可以要醬汁 又漂亮又香 來,麻煩營養師 好的,那我們就準備生菜囉 好香哦 香蕉入菜 來,吃起來 吃東西 特別香 我覺得 早上如果像把一些料 是青椒、黃椒、紅椒 切一切 我覺得不錯耶 對啊 人家說有形啊 對嗎 知道不同顏色的 各種不同的顏色 對 有道理 對啊 但我一定要吃吃看 你說香蕉這個... 不錯耶 沒有,我剛剛還在擔心 因為他把香蕉切小塊 然後做那個醬料 這個就像人家那個... 有 鐵板燒拌後的甜點 用香蕉煎 那個比較貴哦 我們這也比較便宜 自己就可以處理了 對,鐵板燒煎了香蕉 加蜂蜜 有 超好吃 而且他用的那個香料 也滿特別的 我覺得有最大味道 有 有 回家要自己來做做看 而且這道很健康 不過我覺得像 森美可能就常常 在外面跑來跑去嘛 工作的關係嘛 你要不要給一些外食的 一些朋友 給他們一些飲食上的建議 其實美鳳姐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大部分時間 像中午或者晚上 你都沒有什麼選擇 尤其晚上有時候應酬 你沒得挑嘛 中午有時候 我們在工作的話 你點多吃便當 要不然有時候就不吃 有些人就頂多吃個晚餐 所以我一直覺得 其實早餐的東西很重要 你吃什麼 像你剛剛說 你不論吃什麼 你都會放薑、辣椒 這招我也要選 像我自己 因為我腸味道不好 第一個,我胃很弱 第二個是我剛剛講的 很不舒服 我經常是沒有辦法 去上洗手間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 早上吃的東西 是我這一天的精華 所以早上的時間 我要幫助我腸味道會蠕動 我就會比如說 酵素 我長期也來喝喝酵素 這個酵素一定要一方面 幫助你腸味道的蠕動 另外一方面 也有幫助你 所以現在不是都強調 對 這個酵素它又有充分的營養 等於說你這一天 如果到中午 你還不能吃的時候 酵素喝下去 很有... 有熱量也有活力 是嗎 很酵素 對腸味道的健康 這個影響有一些什麼差別 跟我們分享 影響是很大 因為其實我們人體本身 就會分泌消化的酵素 應該是說酵素在身體裡面 其實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會新陳代謝 其實也都是有酵素在參與 但是我們吃東西消不消化 其實這是消化酵素 你們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年輕的時候消化很好 吃很多都... 沒問題 吃三碗飯都沒問題 真的 可是好像年紀越來越大 你好像吃東西就覺得 經常這樣堵堵不消化 這個其實就是 你腸胃大的消化酵素在減少 這是自然現象 因為人會老化 慢慢的就會消耗掉 因為其實日本有一個博士 他有講到說 我們人的酵素 其實一生裡面有多少是固定的 你如果給它消耗太快的話 你就用完了 它就不會消耗 你如果不會消耗 也就不會排 所以它其實是一期的 而且腸胃道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全身的運作很多 我覺得真的 腸胃道 真的是會影響很多 全身上下 包括你的皮膚 你的免疫系統 你的體重 有沒有吸收 對,體重就很重要 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吃了 就全部都吸收了 然後就變脂肪 儲存起來 有沒有什麼酵素的營養品 因為你是營養專家 可以介紹給大家作參考 分享一下 我都建議如果可以 你要 我個人很推薦 包括連香蕉都可以把它 這個一般的酵素都不一樣 大部分我們喝到的酵素 都會是酸的嘛 那種算是醋發酵 所以喝了會有一些酸嗆的感覺 但是其實新的科技方式 它是把香蕉拿去發酵 它會製成像這樣一瓶 可以直接喝的 對,香蕉酵素可以直接喝 是,它不會酸 它不是酸的 對,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它的這種感覺是喝了 它裡頭就是有香蕉酵素的 一個精華跟萃取 而且我也在喝 其實剛剛朱欣已經講了 它就是從香蕉做的嘛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香蕉王國 而且它選的香蕉是最好的香蕉 美鳳姐 我們剛剛在煮菜的時候 你有提到嗎 香蕉是要比如說輕一點的好 它是熟的 我們選的是熟的 最熟的 因為它的熟之後 它的酵素是最好的 對 要不然喝半天沒感覺 是,營養也比較好 有朋友 比如說有些 有時候我們現在吃太多了 前一天晚上人家可能請客 就吃了大魚、大肉 你第二天是不是要少吃一點 對 可是少吃一點又會餓 又怕營養不夠對不對 我有朋友就是那一天 他可能就喝香蕉酵素 這樣子哦 我也是 可能一個禮拜天 不工作的時候 你們就多喝水 就配香蕉酵素 把毒素排掉了 要不然身體裡面有一堆 七、八糟 請問一下 那是裡面有什麼樣的成分 因為它裡面最關鍵 就是香蕉的酵素 它就是香蕉裡面有的營養 它還把香蕉裡面的成分 轉換成酵素 因為我們消化的時候 一定要有酵素的參與 不會消化不良 或者是沒有辦法排 其實這個都是因為你腸道的 酵素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它的菌 我們腸道有好菌跟壞菌 你要讓你的腸胃道 能夠正常的運作 你一定要有好的菌 對 它這個裡面很特別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香蕉酵素之外 它還有額外加兩個東西 我覺得是很棒的 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對 而且它這個菌是從 我們不是說小嬰兒要讓他喝母奶 因為你的免疫力跟健康會比較好 等一下 哪來那麼多母奶 它是菌種去培育之後再發酵 不是說直接新鮮在一起 意思是營養成分 就跟母乳的營養成分一樣 菌種 菌種是... 我開始可以好奇 是誰的母乳 不是,我們為什麼說 媽媽要為你的寶寶喝母奶 是最好的 因為你的菌種 跟裡面的營養成分 是最符合寶寶的 我們就是把... 就是篩選出最棒的母乳裡面的菌 去培植、發酵它 對 菌之外 還有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我們其實剛剛做菜料理 有加到蜂蜜 有 我們... 但是這裡面的蜂蜜又更特別了 它是來自 什麼意思 蜂蜂蜂蜂 它其實是一種樹 那這個蜂蜜它在當地 他們是利用來當作是一個 抵抗免疫力 治癒的一個效果 對,你可以喝喝看 蜂蜜 蜂蜜 它已經喝了 我剛剛喝了一瓶 速度很快喝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裡面除了 它幫助你腸胃道消化吸收 因為酵素嘛 再來就是你想要 皮膚很水亮漂亮的 它都有 因為母乳裡面的成分 本來就有對皮膚很好的 真的,水水嫩嫩 你也知道我們過了二十五 保養品都是用喝的 用喝的,對啊 喝的 才會有膩 不怕不會有膩 對不對 那應該是說 什麼時候吃 要我吃很晚的時候吃 或是說我不會吃飯之前吃 什麼時候比較好 一般我們會建議 我們一般的日常保養 就是早上 這樣哦 因為你讓空腹喝的時候 讓你腸道的時候 吸收速度會比較好 它會幫助你刺激你消化的酵素 而且你消化的酵素 如果充足的話 也比較不會影響到你的代謝 因為我們的代謝酵素 跟消化酵素 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你這邊如果充足了 這邊就不會消耗掉 你也會代謝也會快 什麼樣的人適合 其實它就是天然的萃取 全部的人都可以洗 大小子 老大人都可以 尤其老人家、小孩 像老人家 像我家裡 我爸爸媽媽年紀大了 他們其實想吃其實消化不掉 對不對 它的腸味道都有問題 對 有時候早餐的時候 我就讓它喝一瓶 也比較方便吸收 還有就是很多女孩子都說 怕胖 就低 低鹽、低什麼都低 可是我覺得 他們又說少油什麼 油還是要耶 我後來覺得真的 要減肥 不用怕 不可以都沒吃 不可以沒油 不要減掉健康 那個油是一定要 因為油還可以幫助我們 蠕動、順暢 當然你還是要有一些 對 纖維要充足 對 如果你只吃水果 你沒有一點油 也不是很OK 所以人家都說 應該是說 內也要調理 然後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把一些不好的 一定要排掉 你要排掉 然後你這樣才會把身體的狀況 比較好 你排掉之後 比較清爽 你再吸收一些養分 會比較好吸收 不然你吃很營養都沒力了 因為它就沒辦法 把你吸收得很好 因為它就是那種... 所以你清乾淨之後 你吸收東西也比較好吸收 然後肌膚什麼 各方面都會比較好 狀態就會很好 最重要就是 要不要再... 就堆積一些毒素在裡頭 對 好,今天非常謝謝二位的分享 謝謝 好 有什麼樣的人不適合嗎 都可以 如果說你是胃比較弱的 我們就半號喝 胃弱的 比較空腹的話 對,因為有些人真的是 比較特殊的狀態 OK 美鳳有約 美鳳有約